外面上嫁瓶到左邊 對家有一樣的電腿也是一樣的人 但是體型算是完全不一樣 相比這位做小孩才20多過 因為體育在內地增加 加上月經不順到便宜來檢查 發現是多囊性的卵巢症候群 所作成的胎口 因為我有多囊卵巢 因為其實一開始我們沒有切胃 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會覺得 為什麼月經我要吃 吹精藥我才會來 或者是我怎麼會無故的 就是體重一直生胖 然後這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原因 所以我婦產可以有看 然後就是醫生這邊也有看 想說那合併下去會不會 減重就會達到就是順利來月經的效果 因為 在美兵消化學的這個外科醫生 林逸峰標示說 有很多人性的卵巢症候群 在病去轉賣更清楚 但是他在普遍任務教學分比 真有關係 去倒數的病人 還有台下政後群 合併大口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 寄生蛋蛋生機的問題 就是說他到底他的動腦性卵巢症 真是因為肥胖引起的 還是肥胖是他的動腦性卵巢引起的 其實這個目前也沒有定論 只是說在這樣子的病人身上 我們常常看到肥胖 那我們臨床上 我們也這些肥胖的女性病患 我會問他說 你月經的狀況 他們也其實大部分都不規則 所以說 那這樣子的病患 那他有病態性肥胖 所以我們幫他做了一個減重手術 那這樣子也會讓他的動腦性卵巢症 獲得改善 他現在病患 經過以前的建議 進行著 腹腔症的症狀未切除的 這個縮胃手術 提供明顯來受到控制 月經也必須 去治療 後還順利生下的兩個女孩 到目前 等下的時間 沒有再來大股的症狀 所謂的症狀未切除手術 就是我們一般俗稱的 縮胃手術 那之後呢 他就在後續的繼續努力之下 他成功的減重 那減重之後呢 其實他的月經也規則了 那也後來也就是成功的懷孕 他林秘書也提示 這月病人 減重手術是油耗 還會來動過的治療方式 但是減重手術之後 一樣要來注意到 因死和生活形態的調整和控制 加上規律運動 才能夠表現更大股大的 南天新聞 我們帶一下陰空彩虹波的